理由你要是什么 不是随机的 你知道是我们三位吗 不知道你们是 是你们三位 但是我有幻想过 这两人都学到了 好 还得是会 这是辣椒酱吗 蚝油吗 你就是 是什么样的 我们都可以顺序猜一下 那我们拧开闻一下 也可以 我包得很紧 我包你 老张登迈出这一步 不容易了 小潘立马冲过去了 怎么 你劲儿大了 可以了 我劲儿可大了 我 可以 不容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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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这个真不行 因为我怕它漏 我就是专门封了 三层保鲜膜 我那个封口 橄榄猜吧 那个是松露酱 黑松露的松露酱 这个咱们待会 得得来两个吃 谢谢 好 草莓酱 蓝莓酱 我很喜欢吃蓝莓酱 就是辣椒酱还是 它是云南的风味了 我不想把它做得太东南亚 好 可以 我爱吃辣的 谢谢 谢谢 其实大家可以一起吃的 肯定是大家一起吃 我们也可以选择不给你吃 对 现在轮到洋衣了 就是我为什么刚才觉得 蛮大了呢 就是 我没准备男生 没关系 我合作补给你们吧 行吗 一个 每人一个我自己 没有 只要有礼物 我觉得其实都是心意 不用想 对 我们很绅士的 给女生准备 就相当于给我们准备了 对 对 对 然后这个是我自己画的三个飞盘 我要蓝色 谢谢 我心里就是要想这个 我也这么想的 真的 我心里就想要这个颜色 可以拆开看 但是里面也是有一个卡片 然后 你要给我签一下 也是回去再看 海在我看来是偏文静安静一点 看起来 太阳是热情一点 猫就是猫的性格 刚刚说什么 软软糯糯的 你还没有知道我的真实面误 就主要这个是画的 我自己养的吗 有点对号入座 画得很好 画得很好 谢谢 太感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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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们休息了 好 你们买的啥唱片 我也买了个张唱片 是吗 我深入买的 我买的是那个有爵士 然后有 我没找到爵士 你今天还有空买买唱片的 怎么样 怎么样 小伙子真的是 很有心啊 脚拍也买了 也买了唱片了 小诗 来了 马上 他也拿礼物了 你行李拿不拿呀 我操了 双向奔赴 来了 行李拿了 你行李拿吗 他俩第一次 第一天见面的时候 是扳过来的 对 是想拍在上面 那不是呀 你先去拿呀 你不搭行李 你跑上去干吗 你 你不是帮我抬上来吗 我帮你抬 也行 但是帮你抬行李 有 有个条件 送你个东西 你要吗 我都看到了 我都看到了 我看到了 这是这个 来 赢了 他俩觉得有点浪漫 有点好刻 真的拍偶像剧呢 送你一个 这是什么呀 笑的可以 新鞋 是可以摆在桌上的是不是 这个 这个 今天出去的时候 顺便买了一个向日葵 顺便 顺便 很漂亮 拿着吧 这个是你咱长鞋 我也有给你的 什么 我也是顺便 我也是顺便 这真的手下劲 真的 这是什么 菜 你自己看吧 你 你 你等会儿 什么 还什么 我帮你拿 一会儿回去看一下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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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到好多张唱片 结果有了听的 你要上去吗 我要上去 我觉得你等一下上去吧 要不要听一下 可以 现在去 这么早一放下 你有事 我 你也没什么事 可以 没事 可以有事 那你想选择有事 选择没事 去听一下呗 现在有事了 就是去听这个 走吧 你要拆开吗 这个放这儿吗 拿着呗 不喜欢拿 那你就放这儿 喜欢 喜欢 没有 这是顺便 顺便 顺便 我也顺便 你也顺便 我也顺便 那我不是顺便的 我是特意去的 浪漫的废话 让人讨厌的无聊的废话 说实话 我想买一张爵士 再买一张这个 但是那个爵士 它没有货了 小潘没买到的那张爵士 被老张仙买到了 很可惜 也不知道有没有 还有很多卖唱片的地方 你会知道吗 我知道 你知道 我上次逛 但是我也就去逛了一家店 程度好像有三家店还是 那能带我逛一下吗 找机会咯 找机会 找机会咯 好勉强 算了吧 我先听一下 你 我先听一下 听歌吧 好难受 我还没有适应你的那种表达呢 我什么表达 口是西非的表达 不是 我觉得你是不是也是挺喜欢听歌的 我超级小 我没有歌不行 你过去 你知道吗 我很小的时候 就是几岁 大概六五六岁的时候 就听那个刀狼 二十一 二十一 你暴露眼睛了 你 没有 那个时候我才五岁 六岁 反正上了小熊 听一件事情 不好意思 很关键的事 你回去 后来来的一个 是谁 对冯伟 新人 被轰走了 终点是上面还有两位听着呢 你俩双声一点 无一一漏呗 我俩不想听都不行 这是光盛啊 这俩人还公非恋爱 天呐 哎呀 你这悄悄送礼物环节 那我们放歌给你们听啊 好了 我俩走了 都你俩玩着呢 拜拜 我的天 我班长啊 怎么走 天呐 哎 我觉得这个封面好熟悉啊 别听一听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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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吗 回程啊 回程啊 哦 快去 这边 眼神都拉丝了 对 你耳朵好红 会吗 你有点 不会吧 就觉得要糖尿病了 血糖都要上来了 就是在发生酸臭吧 我很喜欢那个 我没听过 你没听过 你盲选的 你为什么不动一下 你不会动吗 你肢体僵硬 就是我个子太高了 我动起来会很奇怪 我开心 撒娇了 盆盘那张碟 他给到的那个点 能戳到我 然后音乐出来的时候 他就会心动了 我听到他的时候 就会想到他 他要想到这个地方 我会很珍惜这一刻 然后也想把这一刻延续 到以后的生命中 多近 看看 嚇我一跳 我说干啥呢 大海人在那边休息 就命了 这俩 你看 龙人家努力了 看人家收获了 这也是幸福 就因为他前进了 你看老张他就是不动 就没收获吧 老张是不是回来之后 欠一件事 关红 你说欠什么 他也送了黑椒 他没有播 没有让他听 邀请他听 没有共同分享 对 你看那小潘 而且你知道 在竞争的过程当中 越发现小潘也买了一张唱片 越得先发制人 听我的 听我送的这个 整个掌握主导权了 对 现在你送了一摞唱片 这个就送了一张 你说你现在听完之后 一会儿老张说 咱们也听听没那感觉了 都失笑频了 过那事了 寒郸绝部了 是啊 你像他们两个现在属于 他们两个不叫恋爱状态 还没挑明 窗户指没捅破之前 其实是最好玩的 对 然后影影戳戳的 看到的都是影 对 各位朋友 你们觉得你们的 暧昧期里面 什么能让你上头 真不知道 你要让我想 我只能想到聊天 就是那种聊天的时候 你不自觉的自带 手机聊天都能聊上头 网练 不是 你不觉得有的时候 手机上比面对面会更佳 因为面对面你会害羞 你会害怕 你紧张 但是手机的话 什么都会聊 然后还有表情 还有就是这种辅助的东西 就是可以一直就是特别开心 而且还有一个点就是 可能我正在想这个人的时候 我正在等他还没 怎么没给我发消息的时候 他发了一条消息 就这种时候 你消息一想打开看 是你想那个人发的消息 这种瞬间也很上头 比方说什么样的话 会让你上头 有一句话 我觉得非常的 安慰性非常那个 就是晚上睡觉前说 起来联系 起来 醒了之后给我发消息 就我觉得这句话是 就是一个延续 延续我第二天 继续要跟你聊天 就这句话我是觉得挺有意思的 你没发现这句话 但是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我和龙哥看着你 都是一副莫名其妙的妙论 无语 起来联系 起来 醒了之后给我发消息 醒了告诉我 这种话就很戳人 很开吓 这句话 还想跟我聊 对啊 这种就是很正常的 这种生活态的这种问候 快记 快记 所以大家看到了吗 归根到底 还是暧昧这件事本身 真就是让人幸福的 好 醒了告诉我 来 那我收掉了 收掉吧 下次再提 对啊 喜欢吗 特别喜欢 好回答 很满意 嗯 学会了吧 我 谢谢你 不客气 说这是表情 其实那种喜欢你我也是 走吧 哎呀 我不па了 这个啊 这个不重要 把它放进来 这个不重要 很重要 很重要 唉 我的妈呀 小iform domin 你先把行李拿去 走吧 很重是不是 走走 重了 君君